最后一个诗 无间地 受苦无间 无忧见习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无间有五种无间 无间地 第一种 无间地 无间地 没有中音声 一般人死了以后 有中音 经过 归于我审判之后 应该受什么样的果报 大概都是由这些小鬼来指引 但是无间地 没有中音 人真的断气 那个地方就多地 没有间隔 没有中音 在地狱受苦 无量的无量的无量的行法 无量的行法 同时要受 不是一个受了再受一个 不是 同时受 所以 所以受刑具没有间隔 没有休息的时候 其他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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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可以传一口气 休息一下 无间地狱 没有 从进去 到罪业受满 出来 当中 没有停止 没有休息 受苦 无间 行至同时接受 这是无间 命无间 那一手马上 马上死了 死了 他又活了 地狱里头 阴风 一吹 他就活了 活了再受 一次一次 相续不断 要受到什么时候 才受完 受完 这个现象 就是 你比较清醒了 一次一次的 把你的罪业 消得差不多了 人慢慢清醒过来 清醒过来 才知道自己错了 有这一念 好 这一念 地狱就放光了 再真正认错 肯忏悔 后不再糟了 这个人就离开地狱了 所以我们要记住 这些全是 自己 齐心动念 变现出来的 不是真有 凡所有相 皆是许望 地狱天堂 都不例外 天堂 善心变现 地狱 我念变现 极我的念头 变现出 无尽地狱 五种无尽 多地狱无尽 一段期就去了 在佛法里面讲 生天无尽 他福报太大了 他一段期就生天了 这大福报的人 没有中印 往生极乐世界 没有中印 一段期 他就做梁花枢了 受苦无尽 食无尽 时间 一秒一秒 接触出的 没有间断 命无尽 风一吹就合了 合了再说 没有间断 一定要 罪业受完了 才能出来 这是地狱的 最酷的 最酷的